天璣跟太陰對拱或是同工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在本命夫妻弓上面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好 大家好 本命夫妻弓 然後每一顆星放進去呢 如果加上四化 它會有什麼變化 這一系列很受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們來把那個天璣型 最後一個祝賀天璣跟太陰對拱或是同工 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在本命夫妻弓上面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折斗術裡面有一個概念 就是 這四個位置 這四個位置 叫做四馬地 就好像 這四個有馬跑來跑去的地方 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星要如果放在這四個地方的話 都會比較浮動 都會比較希望有所變動 希望能夠出去走一走 希望能夠不要那麼的一成不變 就好像現在大明關在家裡面 你都想要出去走一走 即便在那個 陽台上面啊 點個蠟燭 然後看一下 101大樓 看看那個美國軍機有沒有飛過去 這樣子你都開心 四馬地的情況呢 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再來我們很早上講過 指揮斗術呢 有所謂的公衛體系 跟星耀體系裡面呢 公衛的體系裡面呢 他們其實就會講到說 每一個公衛 它各自會有代表的那個含義 也就是環境呢 會給你這樣子的感覺 環境呢 會給你這樣子的想法 即便你這個星耀本身是那一種 看起來 或是一般形容起來 是比較穩定的星耀 但是環境呢 會讓你覺得你想要變動 好像最近啊 的疫情的狀況 然後各位媽媽們 那個一路 要帶小孩子 帶到八月底了對不對 即便你平常是宅女 或是即便你平常 就是喜歡待在家裡面的人 但是呢 一直把你關著 你都會覺得 你想要出去 或者是說 即便你是很想要待在家裡面的人 可是呢 外面的環境呢 有很多的那個 噴噴噴噴的聲音啊 像我們露營的時候 偶爾會有救護車 噴噴噴噴 這樣過去啊 對不對 你都會想要 那我去看看好了 這個就是公衛環境給你的力量 那今天呢 我們講的那個天積星啊 天積星呢 它呢 有的時候呢 會跟太陰星同 同攻或對攻 它剛好 就會在這四個角落上面 天積星如果在這裡 那對面呢 就會一定會是太陰星 那當然有可能點倒過來 天積星如果在這邊 它會跟太陰星同攻 那對面剛好是空攻 可以借過來 有看過我們節目就知道說 什麼時候不能借啊 是那個 有四殺在裡面 跟長野隊裡面 都不能借 但大部分的時候可以借過來 那因為就我們談本命盤 我們呢 就當作它是空攻了 天積在這個組合上面呢 天積星本來啊 那個化氣 為善 它就有啊 善良 跟善變的意思 那很多人常會沒有辦法 離清這個善良跟善變 哇什麼善良的人 他會這麼善變呢 善良跟善變是 可以同時存在啊 我很善良啊 我今天想要對你善良啊 我明天想要對他善良啊 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說 它並沒有衝突 並沒有衝突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一般來講 大家都會講說說 積月同量都是比較穩定的星曜啊 那為什麼天積星呢 它會有這種善變的這種概念呢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那種賭徒啊 你去說 你在賭博 他會說 沒有我在投資 這種所謂積月同量的 這種所謂的穩定 這種所謂的 因為它比較穩定啊 所以它比較不會亂動啊 適合當公務人員 等等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常常去打破這種觀念 為什麼常講說 不要說殺破狼 就 會亂來 然後積月同量呢 就比較乖 不要說積月同量比較當老闆 積月同量呢 就只能當上班族 不要說什麼 職務輔聯 這種是領導型的人格啊 然後什麼是輔佐型的人格 千千萬萬不要這樣子去背 也不要這樣子去記 因為一旦你這樣去記呢 你就很容易會出錯 不管是因為 某一些老師 他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分類也好 或者是說 他根本就沒有學好也好 你一旦這樣去記啊 你就等於扼殺了 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 心藥本質來看 那為什麼 這種在古人覺得 它相對比較穩定的心藥 可是呢 他又會有這種善變的特質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是啊 所謂的善良 所謂的天機心的穩定 事實上是因為 那一般這類的人呢 邏輯性都很好 所以呢 他會想要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會多加思考 那做什麼事情 多加思考的人 跟那個 看到我想做 我就衝的那種人 相對來說穩定 相對來說 另外一個角度呢 第二個角度就是說啊 其實紫惠斗術的心藥呢 他都要透過 同工跟對工的心藥 去做變化 那我們來看看 天機心 天機心跟天良心放在一起 想很多不敢亂動 除了對工那一組之外 天機心跟巨門心放在一起 想很多 然後內心空虛精 會覺得人 做事情會相對小心 然後同工那一組呢 他自己可以自得其樂 天機心就這麼三種組合 這三種組合裡面呢 將近一半以上 他是比較乖的 那當然人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是比較乖的 比較安穩的 比較不敢亂動的 可是這並不表示 他就不會想要變動 當然你如果照著古書 或是照著有一些史讀書的 這種看法去看的話呢 你當就沒有辦法 掌控到心藥的變化度嘛 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以鵝傳鵝 我們常常說那隻鵝就越傳越大吉 他就會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然後告訴你說 凡碰到天機的人 他就應該是比較去當公務人 那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天機心呢 當他碰到太陽心的時候 這一組最被人家 形容成了積越同梁閣的 所以我常說 古書上面的東西 你如果不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掉到陷阱裡面去 他一邊告訴你積越同梁閣 是一個相對安穩的心藥 一邊又告訴你說 心藥若似馬地呢 這是比較浮動的 阿XX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所以呢 他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本命的夫妻公 天機心啊 我們說他是一個有 有邏輯有理性的人 心藥呢看對公或同工的時候呢 我們也講說他需要考慮的呢 在對公 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但是我展現在外面 因為我的內心所影響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我是一個做事情呢 希望要有邏輯有想法 不要一成不變的人 天機心 但是呢 我的這個不要一成不變 然後做事情有邏輯有想法 然後我善良 喜歡幫助別人 因為我的內心裡面有一顆太陰心 因為我這個多很多的想法 這個天機的部分 展現出來是這個太陰的細膩的心思 所以呢 我總是呢 會關心別人 然後會細心的注意別人 需要一些什麼 像媽媽一樣 天機跟太陰對口 我展現在外面那個樣子 那太陰心呢 還有那種 屁硬的心藥嘛 對不對 我就想要多照顧人家 而且是桃花心 所以呢 我總是可以在感情上面展現出 對人很細膩的照顧 很多的細心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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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天機在夫妻公 然後對公是太陰的狀況 那如果是天機在夫妻公 而旁邊就是太陰呢 那就表示說 我不只是內心是這樣想 展現出來這個樣子喔 我整個這個天機心 從頭到尾 我都是受到這個太陰性的影響 然後呢 希望我做什麼事情呢 都可以像媽媽一樣 有比較細膩的內心 那你們會想說 老師那這樣子跟 在對公是什麼不同 在對公是 我展現給你看就好了 我內心裡面還是天機喔 天機有很大的特質就是啊 討厭笨蛋 我不喜歡一層不變 然後呢 我如果覺得你太蠢 那我還是覺得你很蠢喔 可是我要展現給你看 我會像媽媽一樣 我不會直接說你很笨 我會說啊沒有啦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那如果是同工呢 如果是同工他就會 一直受太陰性的影響 他不會有那麼直接的覺得說 哎呀你都一層不變 哎呀你每次約我約會 都去看電影 下次再也不跟你去約 他會有更多體驗關懷 我相信你呢一定是因為 那個你不知道我喜歡什麼 那沒關係 每次都帶我去看電影 我就會建議你說 那我們這次去幹嘛 我不會因為這樣 就會覺得說 哎呀你這樣不好 我會想辦法去改變你 就像你媽媽 會想盡辦法改變你一樣 最近因為要到那個八月 各位媽媽太陰星們都很辛苦 我就不要再攻擊太陰星了 你知道媽媽喔 有個小缺點 當她沒辦法改變你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出現各種 亂七八糟的手段 那天晶跟太陰放在一起的時候 也會這個樣子 她會試著想要去改變你 但是呢 改變不了的時候呢 她就會想盡各種的方法 然後呢 以上這兩個組合呢 如果當她都覺得說 你沒有辦法被改變的時候呢 那她也就會想說 那不然 我可以改變別人看看 或是不然 我可以再去試試看 有沒有其他的機會 或者是說 因為他們都跟太陰星放在一起 因為都具備桃花的特質 有一個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喔 你如果溫柔體貼細心 然後呢 會願意多關心人家 自然而然會吸引到另外的異星 會喜歡這樣子被關心 被細膩的對待 那當然也就很多人會喜歡他們 那很多人喜歡他們 然後她旁邊的人呢 又不如她的預期 那個媽媽教小孩 那老嬌嬌不聽 她想說 那不然 試試看另外這個好了 就會變成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因此呢 這一組的組合裡面 尤其是 尤其是 天積啊 太陰對拱的這一組 常常會被人家講說 會喜歡幫助人 溫柔對待人 都要太親密 太過頭 那容易就會出狀況 原因就在於說呢 天積星她不喜歡一層不變 再來 太陰星帶了桃花星 然後呢 她會希望 自己在情感上面 要能夠掌控什麼 跟改變什麼 但是呢 她因為她是太陰 她又不直接跟你講 那心裡面想了很多小劇場 所以她就容易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這一組的呢 主要的那個 含義跟結構 那我們再來看 當天積星呢 她如果碰到 露全科的時候怎麼辦呢 天積化露 我的夫妻公 我的夫妻公有天積星 我在情感上面 願意多想一些 願意多動一些心思 尤其是我的內心裡面 有一顆太陰星 會讓我呢 在情感上面呢 會多花一些 心思 這樣子的特質 有了露產生 就天積產生露 常常講說 四話是跟著心耀而走 你不可以淡住我的存在 本命分別代表什麼 個性特質 還有 一些些我的能力 我在情感上面的能力 我因為這樣子呢 而讓我有很多情感的機會 露 多出來的 本來不屬於你的多出來的東西 我們叫做露 所以 因為這樣子 而讓我有多了感情機會 當然啊 這個多了感情機會呢 我如果運線 又走到一些 比較太多的桃花 然後我又運線走到 譬如說不小心走到什麼 命攻去門啊 內心空虛寂寞 覺得冷 然後呢 我有很多的桃花 然後呢 我那時候又 有碰到 什麼煞星 我就 很容易就跑掉了 當然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嘛 你有很多桃花 你有很好的桃花的能力 你還是要看看你有沒有機會 對不對 還是要看看你有沒有衝動 這也是這樣要考慮進去 天積星呢 還會畫 全 我要掌控感情 我要掌控感情 我又不希望感情一層不變 這個時候呢 一樣的呢 就要變成是說 我要掌控感情 我希望感情不要一層不變 我又希望呢 情感上面呢 雖然我好好跟你說 可是其實你要聽我的 這就表示什麼 我如果沒有辦法掌握你 那也許我另外再找一個也可以啊 那就有可能會有 想要有另外一個 但是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不要聽完 聽完這一段之後呢 回去那個發視頻 跟你的男朋友說 你看看你看看 大哥老師說 你這樣子 會要有另外一個 他會記得 他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 要有一定的條件 那相對來講 也就是說 如果你跟這種人交往的時候 你讓他覺得 沒有一層不變 你讓他覺得說 他很能夠掌握著你 他就會相對乖 然後他也就會相對覺得說 他這樣很好啊 那個 我老公 隨時我都找得到他 而且呢 每次都給我驚喜 那他也不會想去找別人 他說畫科 畫科當然表示 要有面子嘛 對不對 畫科在夫妻公 表示感情是他的面子 感情是他的尊榮的所在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這類的人呢 他當然會希望說 會有隨時在情感上 會有不同的變化 他會希望 人家覺得說 他的感情呢 總是這麼的 浪漫啊 豐富啊 然後他的對象呢 總是這麼的聰明啊 然後有巧思 所以對付這種人呢 就是你要變成是這樣子的人 聰明浪漫有巧思 然後不能怎麼變 畫技能 我們常常講說 天機心畫技 叫做聰明反背聰明物 因為我想了很多 我覺得我總是想了不夠 然後呢 我就越想越多 我想了不夠 而越想越多 最後的結果 通常都是想錯的 天機畫技 往往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聰明反背聰明物 所以呢 我當我天秘心畫技 在夫妻公的時候呢 你想想看 有一個已經是 內心有異動的心 已經是覺得環境 讓我覺得說 哎呦 不要一層不變 然後呢 我想要試圖去關心人家 然後呢 我想要在外面表現出 我人緣很好 我的桃花還不錯 這個時候我還畫技 我就會變成 可能 好心會做壞事 星巴克買一送一 那不買 可惜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自己買一杯 順便帶一杯 給我們家旁邊信來的總機小姐 就送一杯給她 順便溫柔的 發揮我的太陰心 關心她一下 欸 這個時候 可能 它就會造成別人的誤會 這種畫技 也會容易造成自己的心裡面 我對感情上面會想很多 說哎呀我男朋友是不是愛我啊 哎呀我這樣做是不是不夠好啊 哎呀我是不是那個 不夠關心她啊 或是說那個 對她掌控度不夠啊 等等等等的 反而就容易啊 讓你的情感陷在內心不安 或者是 徬徨的心裡面 然後 這種不安的徬徨 當運線走到 又有人出現來關心你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會外掉 也有可能會偏迫掉 這個就是 天積星呢 它不管是 對面是太陰 或是跟太陰同工的時候呢 它都容易啊 在四化出現的時候 會出現類似這樣的狀況 但大家切記一點 這組的組合呢 不斷的在 現代的故事也好 古代的故事也好 尤其是女生 都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啊 容易做八大 跟容易那個放蕩的女人 那當然啊 古書就是這個樣子吧 古書上面所寫的 女人都蕩父 男人都蕩子 為什麼 因為古書是男人寫的啊 所以你要去想 古人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加上 有這樣的心腰特質在 所以呢 這一組的組合呢 尤其是放在女生的盤 尤其是放在女生的盤 不管在命功或是夫妻功 常常會被人家解釋成這樣 可是實際上不是如此 實際上呢 都是因為那顆太陰星 在影響著天積星 它希望能夠多照顧別人一點 只不過有的時候 照顧得過頭了 有的時候 天積星想得太多了 就會造成一些 大家覺得不開心 或不想要看到的狀況 但實際上呢 這也是一組啊 簡單一點 跟夫妻功這個組合的人在一起 你通常會覺得很開心 浪漫 然後會覺得被照顧 你的感情不會一成不變 只要你懂得知道他要什麼 然後不要讓他跑掉就好 好 謝謝大家